欢迎收看财经趋势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Alif 我知道每年的11月都是我们郝老师的粉丝见面会 特别是今天这场是我们最后一场 而且郝老师说要让大家放马过来问问题 郝老师可以回答每一个人想要的问题 不过在我们节目的开始 郝老师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在这个星期最近的市场和新闻吗 好的过去一个礼拜 在我粉丝见面会推到这个礼拜 已经第四个礼拜 回顾一下今年是什么样的一年 叫做经济重长年 Economy in consolidation 一季二季上半年是过去30年来 股市表现最好的上半年 跌破大家的眼镜 为什么三月份的时候股票大跌两个礼拜 主要是矽股银行带头的银行破产 所以大家很恐慌但是美国政府介入 所以你可以看到今年好的公司股票持续纳涨 不好的银行不好的股票就倒闭了 所以今年是一个重长年 上半年很好三季四季股票开始打横 上下波动即使以哈赞争 即使十月经期通胀上上下下 利息非常不稳定 但是都在区间里面 所以如果大家记得过去三个礼拜我讲 在区间交易的打横当中 如果有任何通胀下跌的信号 市场就是反攻的时候 所以如果过去半年的打横 打得越好 打得越坚固 地基打得越好 12月份1月2月经济非常糟糕的时候 市场上去了 因为股票在经济前面六个月 打横完毕经济还不好 市场会上去的 刚好过去一个礼拜正是如此 经济消息普普通通 不好不坏 但是股市已经接近第三季今年的高点 所以非常好 不仅是美国如此 东京的日经指数也接近今年的高点 不仅美国日本如此 台湾的加权指数一万七千两百点也是高点 不仅是台北上海也接近高点 所以overall来讲 先市场后经济 市场重整 非常健康 所以一切正常 当你听到经济都不太好的时候 市场已经打横完毕要上去了 好不好 非常的好 希望过去一个礼拜 有惊无险 勇敢的持续向上 所以郝老师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大好消息 市场要上去了 那我相信我们的粉丝也有问题 关于通胀 关于降息 还有现在的经济到底是怎么样一个状况 想主理可能也会有一些问题 想要问郝老师 对就是最近就是通胀有所下缓 然后很多人觉得利率可能就会已经在高位 如果明年降息的话 那对银行股是利多呢 还是弊多 而且就是对中长期国债像TLT这种 它以后的明年的就是走势会怎么样 好的 谢谢郝老师 谢谢 Julie是CPA问的问题绝对是好问题 第一个有关利息 我们先看12月份联储局到底会不会涨一码 看起来市场过去三天都股票都大涨 已经chip in 大部分看起来市场的意见12月份不会加一码了 可能到了强炉之末了 可能经济对于利息的看法就是可能到今年就停止不再加息了 但是联储局不会这么讲 他嘴巴呢是刀子水 豆腐心 他预期可能不加息但是防止市场会做预期 所以呢就说我不谈降息 所以明年不谈降息 但是心里面大家都看出来可能降息结束了 为什么呢 因为十年债券的棒又已经从5.0 4.6 蹦蹦蹦三天跌到4.4 朝着4.0来跑了 十年债券跑到4.0 请注意现在还在打仗哦 以哈战争 结果全世界contain在区域交易 而且历史直直落 利息是前倒指数啊 通胀指数是laking indicator 我们公告11月份公告的是10月份 所以利息就可以看得到 明年有可能在下半年 可能可能会降息 所以市场全部chip in 如果一切正常的话 明年第一季经济坏消息 可能出到最高点 但是股票已经打横完毕就要上去了 所以我们心里就要有中长期的投资打算了 开始要布局 因为股票跑在经济前面6个月 哈老师又讲到股票要上去了 然后又讲到可能要降息了 可能要上去 可能要上去 也有可能明年下半年会降息了 那你知道我们湾区 很多人都喜欢房地产 我相信Karen 现在正想要问的是房地产 有很多房地产的问题 想要问郝老师 对 就是很谢谢郝老师 有这机会我们可以来问问题 那就是对于房市的话 其实一直很关心 然后自己也有一个换房的需求 可是有时候就是在这个房价跟这个利率当中很难抉择 然后也不知道 真的很开心听到刚刚好老师的分享 所以觉得有一点那个可以看到明年的趋势 所以就是也是想请教好老师 就是有关明年的房市 然后有没有建议什么是可以换房的好时机 那刚才也听到郝老师分享到股市这个部分 其实也很好奇 就是感觉就是是一个要上升的区间 那在这个选股的这个类别上面 郝老师可不可以给我们一些建议 对然后让我们可以把握这一波 2023绝对是非常变动的一年 就要重整年 上下变动 好的股票要挑 不好的股票就要放掉 因为它的model不成功 就不行 就不行 所以先回答你的房地产 如果是commercial Building的话 这一波还没结束 San Francisco 四栋写字楼有一栋是空屋的 它的空屋率就是commercial Building 是25个percent起跳 不是只有美国如此 台北香港还有东京 我五月在东京 八月在香港 我今年回台湾三次 处处commercial Building都是空的 因为commercial Building 在暴力升息当中 它的压力过大 再加上第二波美国的local银行 First Republic Silicon Valley Bank 他们贷款的大部分是commercial Building 又倒闭潮 所以粮冲压力 commercial Building 从2019年开始到现在 都是一蹶不振 还在consolidation 还没完 如果是residential real estate的话 通常受两个影响 第一个就业 就业的情形会影响买房 第二个利息 就业的情形 经济是越来越糟糕 到明年第一季 第二季可能到高点不好 所以失业率3.9 有4.1 4.5 我预期明年第一季 可能还有一波大类奥 为什么 11月份12月份 所有的shopping season结束的时候 很多临时工会被类奥掉 Amazon 还有Fedex UPS所有deliver的临时工都会类奥掉 所以明年第一季可能会有最后一波的大类奥 所以类奥多的话 房地产可能会压力很大 第二个利息Fed还没有松口 不停止加息 但是通胀已经下来 所以明年可能是一个交接年 我讲了希望明年下半年可能降息 所以所有的indication 年底是一个交接年 所以回答你房地产的问题 明年的下半年房地产是一个turning point 好吗 至于要买什么股票 各行各业龙头老大分发股息的好股票 都要考虑进去 我讲过了 今年是重整年 我的习惯在11月底 就是大概是下礼拜 你要锁住我的节目 下礼拜下下礼拜 我会公告明年的economy的主调 今年的economy的主调 叫economy in consolidation 是去年11月份我公告的 今年我先让你们知道 因为这个节目一个礼拜两个礼拜后播 也刚刚好时间 明年的economy的主轴 叫economy in momentum 就是惯性动力经济 明年的动力会build up起来 到第一季第二季就上去了 非常非常明显不要放弃 所以买各行各业的龙头老大 有分发股息的好股票 三个percent的股息 principal有可能上去 这些都是你中长期投资的好股票 好吗谢谢 今年这一年 我觉得好像我们大家都在等候 好几次我都问 郝老师可不可以入场了 可不可以入场了 郝老师都说 大的资金还在那边 put aside的还没有进场 那我相信我们还有粉丝是得法 我相信他要问一些 大的资金是不是是带动股市 然后大资金什么时候开始入场 对不对 对差不多是这个问题 就是说你可以刚刚也提了一些 就是说能不能给我们介绍 那些hedge fund 他们是具体是怎么操作的 他们那些 对吧 他们跟我们这些消散户有什么区别 对 对 如果你是散户 你的钱交给hedge fund来管 所以你心里要有准备 这可能不是你全部的钱 所以hedge fund的操作 跟普通正常的基金管理人不太一样 hedge fund是 它是比较speculation的 必须chip in 因为hedge fund manager跟你分享 你的赚的钱 有的看你的contract 有的千二十五三十三十五或四十个percent都有的 所以他的objective就是帮你赚钱非常aggressive 而且用任何的tool 所以你的里面的asset波动就很大 波动很大的话 那就应该不是你中长期全部的perfolio ok 所以这应该得法心中要有准备 那所以因为他分享你的赚的钱30个percent的话 他的objective就是利益最大化 第二个 从长期来讲 hedge fund他用的tool比较复杂 他买股票用option 用任何的tool做combination 非常复杂的操作 这跟warren buffet一般传统的并不一样 所以你要有心理准备 第二个rease tolerance 因为波动大 所以rease tolerance 对于你投资hedge fund的话 你一定要承受得了 而且这钱不是你全部的钱 这也非常的重要 因为它波动大 可能赚很多 也可能一下子下去 比如说 今年的八月份 可以从头从nestate 对不对 nestate 15000点跌下来 跌下来快到11000 12000 所以它跌幅就非常的大 那也有这种高低涨幅很大 对我们的波动就很大 rease tolerance就变得很重要 第三个非常重要的就是 这绝对不是你全部forforial的 全部 这只能配搭 你可能80%都是中长期 有一部分拿来做短线操作 做hedge fund 那还可以 就像你开车 一般都是60mph 你偶尔想开快车 porsche的话 120mph 不能够尝试 不能够天天这样开 偶尔可能 对不起 我也不应该讲偶尔 偶尔都不应该有啊 所以你一定要心里有准备好吗 希望得法我的回答你能满意 最后一点从历史上的统计来看 一般来讲10个hedge fund 一般来讲9个都不太成功 所以一定要小心谨慎 好吧 谢谢 好的 谢谢 谢谢好 今天还有非常用功的好老师的 非常认真学习的好学生 知道好老师常常提到说要中长期投资 要投资有股息的股票的一个本事 那他没有开镜头 ingred 那我相信他有很多的问题 也是关于投资的 ingred可以讲一下吗 是的 好老师你好 我想问一下 我想问一下就是 如果我们个人投资啊 现在的情况之下呢 是 大约往 那个银行会给两个option 一个是六个月的CD 另外一个是一年以上的CD 那你可以让我们选哪个CD比较好 第二个就是2004年我们是进入recession呢 还是走出recession呢 没问题 好问题 第一个CD 如果我们没有太多的信心对股市对债市 买CD对华人来讲 是一个很好的投资在现阶段 最好买六个月 或者七个月以内的CD 不要买一年以上的 越短越好 因为国库债券三年国库债券 现在5.3% 比十年的国库债券4.4%还高 这叫利息倒挂 所以利息非常不稳定的 所以ingred只要买不超过一年CD以内 最好是六个月的 而且用阶梯式的半年半年半年 不断的三个月换一次换一次换一次 如果你是非常保守 对股市非常没信心 你应该要投资短期CD 现在CD大概有4.6%到5% 半年CD不等 所以100万你应该有将近5万块钱利息 对不对 你有200万就有10万块钱 所以你应该有做智慧的投资 阶梯式的 信心大一点点 你可以自己到任何的耗子公司 Chashua或者是Fidelity 买短期的国库债券 三个月六个月都可以 可以拿到5.3% 5.4%都很多的 非常多也很好 好吗 所以这两个都非常重要 重点就是你一定要投资 Do something for your cash 好吗 第二个有关于你刚才讲的 有关于买股票的这个情形 Allocation 股票如果有一点信心 应该买各行各业的龙头老大 我举个例子 我一直几乎都会提出这个例子 为了帮助你 你知道买Apple Computer 你如果在2012年10年前买 现在到今天为止 190块钱一股 你知道这10年涨多少吗 44倍 哇 你知道啊 你买房地产没有办法 有这种compound的 很简单的买大型种分发股息的好股票 然后让他compound 让他分股 10年之后 非常非常好的成长 你说好老师只有Apple 全世界只有一支 对 你还有很多的各行各业的龙头老大 好股票 好股票都有很多的好吗 你如果盯住我的节目 我都常常用举证 让你讲2020年 我在Semiconductor也举证 举证两支AI的股票 让大家知道NVIDIA 到目前为止涨10倍 AMD这些都是的 都可以考虑的 这种股票都有 所以Ingram回到你 如果CD很好 有一点信心 买国库债券 再有一点信心 你应该做中长期的分配 这些对你都非常的好的 好吗 这也帮助德法除了Hedge Fund以外 传统式的中长期投资的Compound 也可以非常非常惊人的 好吗 谢谢 好谢谢郝老师 刚才Ingrid有问到债券的问题 那我相信Julie也有在想要问郝老师 因为郝老师提到的是短期的债券 那Julie有关于中长期的债券的问题 想要问郝老师 对就是像TOT啊 中长期的就对利息比较敏感的 那些国债 对就是的趋势会怎么样 我刚刚也提到了明年的利息应该是一个交接年 明年的经济也是一个交接年 所以叫Economy in momentum 对不对 momentum build up 因为整个的经济productivity 都在上提升 你看看过去6季利息从0%涨到5.5% 一年半哦 你各行各业全部的盈余一定要提升哦 你如果不提升你盈余没办法扩大 盈余没办法扩大股票不会涨的股票 要contribution margin涨1% 大型股票1% 大型股票1% 已经是outstanding job了 过去一年半要利息涨5.5% 对于一个好公司要不断的提升 能够打败5.5% 又能够打败市场的期盼跟盼望 而且股票还会涨 这种股票都是好股票的 对吗 所以明年呢 股票的提升就跟国债有很大关系 明年利息也是一个交接年 到目前为止利息过去一年半没有改全部的基调 就是利息倒挂 利息倒挂就是长期利息比较低 短期利息比较高 这种情形是不正常的 那明年会比较正常 所以比较正常的时候以后再说 现在是不正常 我们必须因为你问的是中长期债券 中长期债券可能明年还是很不确定 所以还是买短期债券会比较好 因为债券可能还交接的没有那么的快 短期债券会比较好一点 好吗 但是可能慢慢的 长期债券会慢慢的起来 短期债券呢 会慢慢的往下 但经济不好 这个是一个似是而非的 Ironical 很多人看不出来的 但是你们都可以看出来 到外面去看 店铺 关一半开一半 很多各行各行各业 有的好有的不好 对吗 Shopping Mall 好一半不好一半 欧洲进入衰退 中国进入通缩 美国很好 没有那么好 中国不好 但是也没有那么不好 那日本普普通通 韩国不好 台湾不好 欧洲也不好 所以overall来讲 我们美国还算可以 还算可以 所以一定要保持良好的心情 你耳朵听的 眼睛看的 经济都不是最好 明年最不好的释放的经济坏消息 一季二季会到高点 但是股市已经先上去 再讲一次 先市场后经济 这种情形非常明显的 非常明显 我另外举证 2021年 12月收官的时候 经济好得不得了 但是 股票已经从2021年12月开始往下调了 在2022年第一季第二季第三季股票跌得很多 经济都还很好的哦 通胀都很厉害哦 对不对 所以非常明显的 2022年就先市场先跌 经济还是非常好 刚好明年2024相反 经济非常不好 股票已经开始上去了好吗 所以大家必须有这个概念 股票跑在经济前面六个月 感谢郝老师一直给大家很多的指导和引领 所以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财经趋势我们下周见 请按下下面订阅按钮 你如果要看更多的财经节目 请点击旁边的节目 赞助我们公益的优势电台 请上 uchannel tv.us 推的民主体 使得出民主体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